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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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在这咱不展开说啊 我就跟你说这么几个 首先要胖子来判断 下一步进入明星俱乐部的一定出现在如下这八个城市里 谁呢 南京 青岛 长沙 宁波 济南 泉州 西安 东莞 一定是这八个 因为他们现在差的都不远吗 如果你以这个800万人口和8000一个GDP的话是不错的 那么再往下一个 胖子要着重提出里面的宁波 宁波作为一个经济很好 GDP已经破了万亿的城市 它的人口呢 挺少的 所以宁波将来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取平衡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说一个谁呢 说青岛 青岛的经济是很不错的 胖子觉得下一个呢 第十二的应该是青岛 但青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青岛缺人 哎 一样的 就像林仪和这个南洋 他缺钱一样 青岛缺的是人 整个的榜单很多啊 胖男人不多说 总的来说啊 中国现在发展这个大城市的经济 发展这个都市圈 一个城市群的经济